那么现在请陈竹亭主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 掌声有请 谢谢 掌声等一下要更多的留给我们的刘仲敏副院长 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化学大未来 那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如果只有化学的话 我想我们不一定能够有个大未来 可是没有化学的话 可能一定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大未来 所以今天刘仲敏副院长跟我们讲的主题 他一开始说岛屿趋势 也是针对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往前面走的话 我们的前面是应该怎么走法 可是他特别强调了跨界整合来打造创意台湾 最近事实上刚好我也顺便打一个广告 好像自如行行销了一样 我刚在帮教育部执行一个计划 我们叫做科学人文跨科技的人才培育 是一个四年的计划 从明年101年要推行到104年 如果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同学们 可以注意我们的网站已经在提供一些资料了 如果你们对CASE的网页很熟悉的话 就是CASE.ntu.edu.tw这个网页 你后面加上SHS 它代表的意思 第一个S是Society就是社会 第二个H是Humanity就是人文 第三个S是Science就是科学 所以你如果能够记住SHSHS的话 放在我们网站后面的网址 你就可以进到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初步提供的这一方面资料 他呼应了刘副院长要谈的 怎么样能够跨界而产生创意 我相信在台湾科技往前走 如果能够有文创的配合的话 就像去年的iPad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用到的不是新的科技上面 非常新的技术 最重要的是一个概念 他提供出来的不是一个笔记型电脑 可是他的这个市场比原来笔记型电脑 好像有过之还无不及 使得很多的电脑业 你们不好意思提一下 红机好像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把科技跟创业的创意结合在一起 在台湾来讲是一个必要的趋势 不过我们让刘众明副院长来谈这件事情 我介绍他一下 刘副院长也是我在刚回国的时候就认识的 已经20多年了也是 他自己在工业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业技术研究院 也待了差不多20多年了 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是化学系 当初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 所以他现在当然理所当然 应该是清华大学的杰出校友 毕业了以后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拿的博士学位 可是后来他也有管理方面的专长 所以他在工业院 从材料所 应该是化财所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副院长 这样一路往上来 现在其实已经是在整个工业院的管理的阶层 我们很高兴他整个来跟我们讲这个岛屿趋势 使得你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可以看到工业院怎么样在学界和产业界中间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衔接 而且提供我们整个台湾发展的愿景 让我们热烈的鼓掌 欢迎我们的刘宋明副院长 谢谢陈教授 肖教授 周教授 刘教授 还有我们在座很多年轻的朋友 我感到有一点点压力 来跟大家 从比较更宏观的角度来谈化学 为什么对台湾未来这么重要 那我今天的报告 首先大概会试着 从我观察到的 现在世界变化这么快 那怎么能抓到一点点方向 让我们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大概知道主要的趋势是什么 那之后我试着用一些例子 有一个例子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 在埔里种角白笋 怎么样子 透过科技的这种跨领域的结合 让我们埔里的角白笋 能够发展得更好 那谈这种跨领域的创新 那之后呢 因为最近国光石化不盖了 事实上对台湾的化学工业 也是带来一个全新的这种 也可以说是机会 那我试着跟大家报告 那最后如果有点时间的话 我试着从一个化学实验 我刚刚看萧教授的实验好精彩 那我有一个影片 从一个化学实验 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化学怎么样 启发我们对一个复杂系统的了解 那么 刚刚萧教授一开始就提到了 很多大学联考的考试 让我就想起来 曾经有一次跟台大物理系一位林教授 谈起为什么他读物理 我是从很早的时候也知道自己是比较喜欢化学的 只是讲不太清楚 那这位林教授呢 他就说以前高中考试的时候 这个物理好像总是会试着去找到一个共通的东西 那化学呢 每次考试都考那些特例 非用背的不可 这个当然也不一定是公平吧 不过化学就是 刚刚萧教授讲的 有很多很复杂的现象我们观察了 要从中找出一点头绪 就是我们学化学的人也许对这种复杂的现象 复杂的环境比较有忍受力吧 比较能够接受那种模糊 我如果从这边开始的话 这个 我大概三四年前在内部呢 用这张投影片来跟大家谈到未来 这个是很需要一个系统的思考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世界啊 就像生命一样 那不是 现在不是在谈什么规则 什么结构 而是在谈学习和探索 那网路啊 这个Networking 你的人际网路跟网路是关键的 那要找出来什么works 其实刚刚陈淑琳教授 谈到Apple的例子 当他没有出来的时候 都没有人知道 他出来之后 大家都有一大堆理论 就是像我们现在股市名嘴 就是 所以 这个是很充分反映到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如果从大学毕业 这个读完博士 到工作了现在三十多年 有一个在学校里面没有好好学 或者说没有人教我们 现在很有体会的呢 觉得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字就是complexity 复杂性 那我觉得化学跟复杂性是非常有关的 那也希望在今天的演讲里面 能够稍微让大家有一点感觉 那这个图告诉我们 这个全世界如果去看到 排名一百大的公司 从过去一百年 大约一百年来看 这个公司的平均寿命 在二十世纪初 这个平均寿命快一百年 意思是说 我进到一个好的公司 我就好好的做 大概可以做到退休 就像我在工人院一样 但是这个寿命各位可以看到一直在减少 等到各位进入职场的时候 这么好的公司 就像Apple这么好的公司 平均寿命呢 也许只剩下十几二十年 就是 所以这个变化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而这所有的变化怎么来的 我很喜欢这个图 虽然它有点复杂 因为它帮忙我看清楚了一些事情 因为当我们看到未来这个发展 其实最好就是从历史去看 那这个历史一直追到 各位看到工业革命开始 如果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 世界上大的变化 可能是因为战争 可能因为瘟疫 可能因为什么什么缘故 人死了一大堆 然后又重新开始 那在工业革命以后呢 这个Perez先生他做了分析 大概有几次巨大的变化 我想时间的关系 离我们太远我就不讲了 好像说 在第三次这个变化呢 就是钢铁工业开始发展 那开始有了电 有了重工业 各位看看现在到处都是电 你觉得插头一插就应该有电 那想想看一个没有电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 但是在这个之前 事实上是没有电的 那这个电慢慢深入到我们生活 他照这位先生分析呢 通常这个对世界产生 巨大变化的这种科技的创新呢 大约会经历五十年 那前面一半的时间呢 他就是这边用个镀金旗 就是一个对的东西一开始它就爆发 就是大家就一窝蜂的投入 那从开始导入到一窝蜂的投入 一窝蜂之后呢 结局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崩盘 那崩盘了之后就开始进入展开期呢 就是这种在原先没有的科技呢 它慢慢跟之前的世界做完整的结合呢 就产生这个 这个中校变成成熟 那二世纪初像石油工业 石化工业就是在二世纪初开始的 那大量生产 像汽车工业都是因为有了汽油才会有汽车的 那这些都经过这种 那在1929年 有一个世界的大萧条大恐慌 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隐约还有一点印象 虽然我没有真正经历过 那跟我们最有关系的这一波 就是资通讯网路的这个发展 那它的滥商期可以说开始是在1970年初 那逐渐导入到公元2000年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有一次.com的bubble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当这个资通讯导入进来之后 经过导入经过狂热 那崩盘了一次 那崩盘之后 这次反正事后都有很多说法 因为2001年的时候 那个911产生了大的灾难 所以美国人做了很多事情 把这个bubble没有弄干净 所以我们到了最近这几年 包括最近好像景气 总是这么上上下下 不过如果我们可以看50年100年的话 我相信在未来这20年里面 就是资通讯这种新的科技 它跟没有电脑 没有网路 没有什么之前的这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科技 做一个完全的结合 产生忠效 最后变成成熟 这是未来这20年一个主流 谈到这边还没有跟化学有关 我们后面再看 但是我还是要非常恭喜 也要鼓励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 各位想想看 在前面这几次 世界因为一个新的科技 变得比较 这是世界变频的理论 有的是因为交通把人连起来 有的是因为电力把能源连起来 那这一波呢 是这个资通讯网路 把人的头脑 把人的知识连起来 前面这四次 台湾也好 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也好 都在世界的边缘 并没有在主流里面 但是这一波的这个大变化里面 我想台湾掌握了一个关键 我们在资通讯的这个发展上 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 那在这个基础上 怎么做一个跨领域的结合 透过创新 再加上中国大陆 亚洲新兴的这个市场 我想台湾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是大得不得了的 那这边很快看一下 我来的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 因为在座可能大部分人没去过 你可能也不相信 在足冬的乡下二重 有一个建筑物看起来 这还满壮观的 那工运在这个院区 这是我们主要的院区 大概有四千多人 那其中大概 应该超过二十几个percent 是博士 加上硕士大概有七十五个percent 那工运院是1973年成立的 各位如果稍微有注意看一下 这个这一波资通讯的这个导入 时间是在1971 事实上在1971年的时候 我想在台湾当时呢 就有一个政策 当时台湾大概勉强 从一个农业社会开始进入到 有点轻工业 所以政府里面 我想最主要是当时的孙映璇先生 擔任经济部长的时候 在思考 怎么在台湾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 一个支柱型的产业 那个时候就决心要发展电子工业 那 当时的人也是很有智慧的 他们做这个事情呢 掌握了几个对的做法 第一个就是 这个电子工业发展很核心的 这个半导体 机体电路 决心台湾要发展 那那个时候 讲发展机体电路 很多人会觉得台湾凭什么 怎么可能可以发展机体电路 那做法上呢 也因此就认为说 一定要找技术引进的机会 台湾在当时的环境之下 不可能从零开始 所以就各方去找 后来有两个选择 选了RCA 他愿意把它当时在半导体 是一个二三流的技术 他不玩了 但是几百万美金 他愿意把整套卖给台湾 那 当时几百万美金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 台湾有那个机缘呢 透过一个技术引进 那技术引进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把它内化 变成一个我们自己的东西 所以要成立一个实验室 来接收这个技术 来孕育这个技术 那个时候就成立了 工营院的一个电子工业研究所 坦白说就是因为新成立一个研究所 把当时好几个老的研究所 就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 那之后陆陆续续也发展了一些新的研究所 那这样子一个 三十多年前的事情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在当时就决定了 说 incubate 这个孵化 不能一直孵化 要尽早的成立衍生公司 成立新的公司 希望产生产业 所以呢 大概在 1978年 你看1974年 有一群人跑去做技术引进 这里面 例如说有一位 这照片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当时第一批去的人 有一位先生叫蔡明介 我有时候想这位先生 他当初去就是学IC设计 台湾连IC都不会做 他学IC设计 显然闷了很久 但是后来IC越来越红的时候 IC设计好像变得不错 所以当时去学了一个很完整的技术 那透过成立衍生公司 成立了联电 那后来呢 成立了台积电 在1987年 那台积电 他除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呢 他还有一个 所谓晶圆代工这样子 一个beams model的创新 在 这个二、三十年下来 在这个基础上 台湾有很多的学校 很多的优秀的年轻人 很多的产业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现在台湾在ICT产业上 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结构 那也不断的推陈初心 可以说我们在ICT上 因为这个机缘 所以台湾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 我很希望我们虽然是学化学的朋友呢 因为在跨领域整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台湾的长处在哪里 台湾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而未来的发展呢 就是这个ICT怎么样子跟很多的领域结合 好像说我们刚刚看到的电 电跟ICT结合之后 变成一个智慧型的电网 甚至于把电动车连结进来 变成一个分散式除能的单元 那整个智慧电网会变得非常有效 欧巴马就曾经讲说 把这件事情推起来 那美国可以完全不用盖新的电厂 就可以支持所有的电动车 把汽油给替代掉 当然这个需要很多的努力 我想这些例子不胜美举 我后面还会再看到 那台湾也因此 就是常常会有很多好的公司 这个是富比斯杂志 他在过去七八年 每年大概在亚洲都会选200个 营业额大概在10亿美金以下 最好的200个公司 就是这个日本人 有一个日本人在2006、2007统计 排名第一的你看是台湾的 那时候2007年 200个公司里面台湾有41个 就是这些看起来都是中小的公司 而这个公司相对于这边的印度 印度这边大部分都是一些做软体的公司 而台湾在这种硬体 在很多新的衍生公司上 非常非常的有活力 那 不过我们最近为了这个演讲 我稍微再统计一下 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 事实上每年变动蛮大的 这公司也很少有持续 就是每年都是它的 几乎都是新的公司 但是台湾一直表现都不错 那最近当然就是也要关注到 当 中国大陆市场崛起之后 那中国加上香港这个数字 是很可观的 不过无论如何 台湾在这种新的公司的产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 那 我记得好多年前 有一次在一个场合 那个 张智慧先生那个时候 还在工医院担任董事长 在有些讨论 有人说 我们台湾现在 资金电子的产业 已经是这个 这个可以跟先进国家平起平坐了 那那个 张中文先生还是有想法 而且讲话很直接的 他就说 可能还太早吧 大概就是 从原来像是用人 做的像是管家而已 各位看看 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 做很多辛苦的事情 也有一定的分量 不过看起来还是像个管家 是不是真正跟人家平起平坐 那要跟人家平起平坐 我自己试着用一个比喻 台湾现在就是很会做 什么东西来 我们都做得非常好 品质很好 价钱又便宜 这个 这个是我们最擅长做的 那 我今天带来一个电脑是Acer 那Acer的这个策略呢 就是把平行电脑做到很便宜 我也是碰到一个美国设计师 跟他谈到产品 他说HTC还不错 宏达电 他说宏达电还不错 因为宏达电的工业设计 是在旧金山做的 他的User Interface 是在西雅图设计的 所以这个产品还不错 我说那Acer呢 他说Acer你去问美国人 就是一个便宜的电脑 这个就是台湾最会做的 就是把它做便宜 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从这个 我们已经很会做了 就像如果我今天是个电脑 那地是别人的 我就一直种一直种 那个田都是我种的 只有我会种 他也不会种 但是地是人家的 那你就是一辈子劳苦 也是有一碗饭吃而已 那什么时候你能够有自己的地呢 因为你已经很会做了 那我想大概就是要靠创新吧 如果创新呢 可能就是要在新的地方找机会 因为原有的地方 各位如果看前面 从工业革命开始 几百年我们根本都缺席 我们在最后这一波 占到一个位置 但是一定要能够创新 找到自己新的机会 把很会做的这种本领再结合起来 我们才能真正当主人 所以创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创新呢 有很多说法 我还是要强调 创新一定要有insight 那我们有很多那种 我看很多美国人 我在读书的时候 很多美国的朋友 美国的同学 都很会讲 那光会讲 这个如果都是很肤浅的 也不会得到人家的尊敬 虽然口才很好 所以一定要内行 你要有insight 那非常了解之后 还能够创新呢 有发明 这两个结合 那才是这个innovation 那因为中文讲创新 好像有时候很容易误解 我们用三个字来看 那discovery是一种创新 那它最主要的产出 应该是产出论文 这个就是去探索一个全新的 这个在我们学校里面呢 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那谈到invention这个发明 那这就是为了特定的目的 它的一个主要的产出 可以说是专利 那学校现在除了论文之外 也一部分也在注意这个专利 但是基本上还是以论文为主 那谈到innovation目的是什么 各位看看世界上谈innovation的都是公司的CEO 大老板 他大概也不是为了论文 甚至于也不是为了专利 他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赚钱 这个innovation呢 简单来说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要能够解决问题 解决人类的问题 当你能够解决小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产生小的这个效益 当你能够解决大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产生大的效益 那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问题 刚刚陈竹庆教授提到Apple的这个例子 很多人就 因为大家都知道Apple好像没有什么 那么独特的技术 虽然它这个产品就这么轰动 不过各位如果稍微注意一下 我一直都是用台湾做的手机 最近因为觉得 应该多了解一下Apple 我去买了一个iPhone iPhone好像只有一个颜色是不是 iPhone有没有白色的 最近有了 有进步 印象中 iPhone好像就是一个颜色一个款式 他们说在Apple之前 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是哪一家 你们知道吗 Nokia Nokia Nokia同时卖几款手机 你知道吗 也没有很多啦 500款而已 它同时卖500款手机 但是iPhone上来只卖一款 颜色还没得挑 哇就把Nokia干掉了 发生什么事 它基本上真正有掌握到使用者的需求 使用者用它之后产生的这个User Experience 是非常非常大的卖点 另外还有一点 它好像没有很多技术 但是iPhone 各位有人告诉我说你看看这个iPhone 如果你有的话你打开看看 他说如果这个iPhone允许上面锁四颗螺丝钉的话 它制造可以省十块美金 但是这个是 这个是 那个Steve Jobs绝对不能接受的 一定要在设计的阶段做出一个完美的产品 而不是为了便宜很多妥协 做出来一个东西也很好用 也可以尖如磐石 但是就是没有特点 你问人家说印象是什么 就是一个很便宜的电脑 也许加上尖如磐石 但是怎么做出一个硬体 台湾这么会做硬体 这么有能力 怎么做出一个硬体 让用的人看到就爱不释手 用起来的时候有很多个人化的User Experience 这就是Apple成功的地方 我也很高兴看到 我不久以前去华硕 华硕的老板说 他们现在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是要追求完美 之后再来烦恼成本 我很高兴台湾看到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创新不一定是要在一个单一的技术上 单一的技术做生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T型人 这个广度能够整合 整合事实上就是一种把技术 因为一些技术到处都是 我怎么有能力把技术用出来 很适当的用出来 然后又让人有感觉 能够解决人的问题 这个就会让我们有很大的成功 这边有一个例子 是我挑选出来的 这个在台湾的浦里 各位可能不知道了 如果你知道你就太厉害了 浦里它产的角白笋是很有名的 大概占台湾的超过70% 将近80%的角白笋 因为浦里人说因为它的好山好水 所以角白笋最适合在浦里长 浦里有一个农事所 它里面有个黄博士 很多年前他观察到一个现象 他说在路灯底下的角白笋 好像长得比较快 他就开始想做研究 那时候因为他是菜鸟 刚去没有人理他 最后还是勉强 一些农民跟他配合 就把我们平常高速公路上面看到的路灯 找一些来照角白笋 你发现角白笋 确实可以调控角白笋的生长长得比较好 因此也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那个很亮 晚上光害也比较严重 因为那个路灯很耗电 大概一年多前 公益院因为发展一些 大家都知道LED照明 都听过 LED技术有点成熟 我们另外这个黄博士 他就跟这个农事所做到一些连结 把这个LED灯 用来代替传统的那个像纳灯 来照这个角白笋 那产生很好的结果 那时间的关系 我想这里面牵涉到一点光合作用 那个植物我们知道大部分都绿色 如果照我们萧老师的说法考学生 绿色是什么意思 植物绿色是什么意思 他不喜欢绿色 把绿色拆掉 非常好 所以他应该喜欢什么颜色的光 其他的是 蓝的和红的 蓝的和红的太好了 你应该得奖 所以你看 蓝光和红光 不过我还是要说绿光它还是吸收一点 只是效率不是那么好 它并没有到零 但是红和蓝是植物生长非常重要的 那人的眼睛对光的 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光很亮 那是人眼睛的感觉 植物做这个光合作用的时候 它跟人眼没关 所以我们如果是照明用的灯 用来做植物 其实不是很有效的 为什么 因为人眼对绿光最敏感 那你要让它觉得很亮 你要多放一点绿的光下去 但是植物它喜欢的是红光 那我就发现非常巧 这个LED 发光的集体 做的效率最高 寿命最长 最便宜的就是红光 那在做人眼的时候 做人的这个室内照明的时候 用处比较差 因为我们对红光很不敏感 但是对植物非常好 所以这个量子效率也非常好 那蓝光也有一些作用 我不是植物的专家 各位有兴趣可以多去了解 不同的光 对植物的生长 有的长精 有的长果 什么都有一些影响 不过我们这样做了之后 简单来说 就是原来用纳灯 那在普里地区算算 一年要花到将近五千万的电费 但是我们LED去用 把它做到最有效的时候 我们发现大概五百万就够 所以这个让当地的农民非常感兴趣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原先是这种颜色 昏昏淡淡的光 现在有的红的 有的蓝的 晚上一整片看起来很漂亮 所以有人在想说 这样应该可以去做一个观光的用途 可以在旁边喝咖啡 可以什么的 那这样子一个结合 我们就发现 有许许多多可以继续做的事情 这边提到什么观光景点 我想现在大家都挖空的心思要创新 所以就很多想法 那么我这边还是愿意跟大家再share一点 它这个光适当的投入 就是可以让这个角白笋在 它该长大的时候可以长得比较好 而且你可以调控它 那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农民最清楚 就要把它停下来 然后加上一些菌的影响 那那个植物就会开始长那个结那个笋 那如果这个太超过之后 那个菌繁殖得太厉害之后 那角白笋就有黑黑的东西出来 这也是一门学问 不过这个适当的照明 除了让角白笋长得很好之外 你从整体来考量 大家都知道农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也像一窝蜂都有旺季 一望的时候 那个价钱就是跌得不得了 大家都知道最便宜的时候 就是你吃水果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水果其实最好的 但是因为量太大就很便宜 那用这个光 不单单可以让角白笋长得比较好 更重要的是 能够调节角白笋的生长期 以前一年两期 现在一年可以长到三期 而且生产的时间可以错开 所有的农民都获益 所以这是一个跨领域创新的例子 事实上 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来出发 我再呼应一下 ICT产业跟化学跟其他行业有什么关系 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可能大家解读不一样 叫植物工厂 各位在花博会的时候 可能也看过 有些厨房里面 是不是放一个柜子 加上光的照明 你就可以在厨房里面长菜 那长完了之后 直接拿来吃 保证是有机蔬菜 那这个绝对是可行的 问题就是你的成本 会不会太贵 那当LED这种照明 越来越普及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它的能源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未来 这个植物工厂 除了我们原来熟悉的温室之外 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 像这个房子里面 如果温室大概就是 种一层植物 但是如果用到人工光的话 也许你可以 叠了五层六层 那用人工光来 当做人工的太阳 那这整个农业 也可能就会 带来一个全新的机会 就是你怎么把ICT产业 跟农业做一个好的结合 那这里面有没有化学 这里面化学可多了 那我们再慢慢来看 事实上我们在工业里面 当我们原来做工业的人 碰到农事所这些做农业的 都是黄博士 当他们产生火花之后 现在就不断地在看 那葡萄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来做什么事情 好多不同的东西 包括草莓 都不断地有新的想法 一直出来 那接下来我只是 就是换个话题 这个化学总要看看 这个叶绿素 学化学的人看到这些东西 就前面听了半天 都是好像跟化学没关 你看到这个心情就好一点 这个真的非常化学 那我自己在专业的领域 其实后来学有激光化学 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我非常喜欢 不过今天大概没有时间 跟各位多谈这些事情 我想表达一点 我在读书的时候 花了很多时间 尤其读大学 最后那两年 我看大概一半的时间 都在读量子化学 量子化学真的不太容易读 那个sharing equation 也反正都解不出来 事情都很困难 那等到我得了博士 过去这三十多年的工作 也一直跟科技有关 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 我说我学那些量子化学 到底在哪里 我为什么都没用到 量子在哪里 那有一天恍人大悟 原来quantum量子 量子在分子里面 within的分子 好多quantum chemistry 去了解那个分子 但是出了那个分子 那个分子就像你堆积木一样 它就变成一个积木的单元 你就照牛顿力学 照我们人大概可以想像的那些方式 你就去想它 大部分的现象都可以解释 所以这个quantum似乎就 这个natural 透过一个分子这样的概念 就把那个错终复杂 很难理解 很难跟别人连结 去创新的那些东西 靠着一个分子就把它 把它decaple掉了 就把它关在里面 那只有当光照进去的时候 有很多量子现象 这个是我们做光化学 有些光化学人很喜欢的 那个以后再说 但是这个分子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学化学的人 如果讲有一个 跟所有其他discipline 都很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对molecule 特别有感觉 而这个你习以为常 但是别人是没有的 那这个molecule呢 光化学这个我就不讲了 虽然这个还是 其实都是很有趣的 那个光在叶律素里面被激发之后 那个能量怎么传导呢 像这边只是表达说 在能量它高往低流 所以它就会往能量低的地方去走 你只要能控制那一点 你就等于可以控制能量的这个方向 那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就产生了 这个碳水化合物 那我们这边只是跟各位看看分子 一个小分子 它当作一个像堆积木的单元 它可以堆出很多东西 像刚刚看到这个 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单元 一个葡萄糖好了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果糖等等 类似的结构 它连结起来变成一个polymer 再继续结构下去 从我们看到马铃薯里面 像我们看到这个鸡丁子 这个在甲壳类的壳里面 都是很类似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有本领去操控它 把它做成一个适当的结构的时候 它就有很多特别的功能出来 那这个在我不内行 我们周成功教授是专家 发挥的淋漓尽致 就是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 人身上就那几个氨基酸碳水化合物 但是可以构成这么复杂的生命 所以结构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希望给化学的 喜欢化学的朋友提醒你注意 除了喜欢那些分子之外 那个分子当作一个building block 当作一个基础的单元 能够去把它跟结构联合起来 那它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那因为分子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大概一般小分子大概只有一个nanometer 一个奈米米 你不透过分子 你当然很难操控这些物质 那我们化学家是最懂得分子的 我这边出门前 特别拿了一根回纹针 希望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回纹针它可以夹子有个功能 那是因为它有那个结构 你把那个结构破坏了 它其实就是一根铁丝而已 那你怎么样子透过这个结构 分子的操控产生结构 而这个结构 还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去了解 因为在Nature 刚刚谈到一个分子是一个奈米 一个nanometer 一个人一公尺 大家都知道这中间差了10的9次方倍 所以你大概不能把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聚起来10的9次方 中间就有好多个层级 那在Nature 里面 我的了解 从一个分子变成一个骨头 这中间有7层结构 每一层都有它特别的功能 那这是像在一个组织里面要层级一样 Nature 是有这种层级的 它才会变成一个高度有智慧的 所以我无意在这边表达 这个叶绿素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希望大家了解 就是从一个分子到一个高度功能的东西 这中间是有hierarchy的structure 而这个中间事实上操控起来 那有很多你可以说是上帝的手是什么 因为今天在台积电做半导体 已经做到几乎极致了 在台湾20奈米 但是一个分子是1奈米 那20奈米这个操控 已经操控到说里面 那个结构里面快没有电子了 所以怎么实在是快玩不下去了 绝对玩不到1奈米 到1奈米只有靠分子 操控分子让它来产生这种适当的结构 那我下面也许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胆固醇 这个在生命里面也有很多它的重要性 那我们在过去曾经做一个研究 这个胆固醇 这边这个氢氧基 我把它接一个压克力酸 就变成一个有双溅的这个观能基 意思说它可以经由照光产生聚合 可以产生planetization 那像这样子一个胆固醇的单元 它有液晶的现象 那它这个液晶的现象 单单看一个胆固醇分子是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它这个液晶的现象 这样如果我们有一些操控的能力 可以让这个分子 照我的意思排列的话 那它也产生一个所谓这个螺旋的结构 这个是胆固醇分子的一个天生的结构 就是它可以形成一个螺旋状 会有一个pitch 那当你做适当的操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应用 其中一个应用就是 还利用到这个胆固醇分子 它有这种掌性 pyrality 当它有掌性 那又有一个特定结构的时候 它就可以来分光 分什么光呢 就是我们一个自然光 它有左旋右旋 那我做一个适当的结构 这个结构就可以反射左旋 让右旋通过 有这样子一个选择性 那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重点在于说 你有没有能力来操控这个液晶 那你做适当操控的时候 像你看这个微结构 这个都是几十奈米一层一层的 这一层一层不是人工做的 是那个分子它自己叠起来的 就自组装起来的 那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自组装的这个概念怎么来做 那最主要就是 我们有一个叫做anchoring process 我今天在一个适当物质的表面 用一个好像说我用一个尼龙 在一个这个物质表面刷一下 那这个刷得对的时候 这个尼龙里面极性的分子 跟这个表面极性的分子 就产生一个方向性 那这个密度不是很高 但是有一些液晶呢 它就会按照这个方向 有点锚定在上面 那再加上一点热能 Sermal energy 这个液晶呢 在一段时间里面 它就会慢慢排列成最稳定的结构 就是这些液晶原来是乱七八糟的 原来是乱乱的 那经过这个anchoring 再加上一点Sermal energy 让它动 那最后就像那个国庆阅兵一样 这些分子都排列整齐 那这是一种操控的能力 那当我们做一个这个适当操控的时候 它就可以达到我刚刚讲的功能 可以把一个光线呢 某一个左旋光或是右旋光 选择性的穿透和反射 那这个有什么重要 那这牵涉到应用 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应用 这也就是个现象而已 那应用呢 就像我手上这个笔记型电脑 这里面液晶它都用到一种偏光的机制 在传统的做法里面 就是把那个偏极光的一半呢 吸收掉 这个也是用到很多化学的原理 但是吸收掉的那个光 就有点浪费了 我们用这么多电视 用这么多电脑 那那个能源消耗就比较多 那用这个方法可以怎么样呢 我装在一个地方 那个光在产生萤幕之前呢 你先把一部你要的那个 那个玄光穿透 原来被吸收的那个光把它反射回来 那它反射回来 在一个适当的表面的时候 它又会或者randomize 或者反向 depends on 你的表面 那所以或者直接反射再出去 或者几次之后 大部分的光就都可以 好像说都变成左玄光在用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 这个光的利用的效率增加 那以前也没有液晶电视 电脑用的也很少 但是各位看 现在显示器到处都在用 用量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能够回收这个光来用 那它对于这个能源的效率就很好 而这样子的技术呢 虽然牵涉到这个分子这么微小的结构 但是用这个工艺的话 它事实上是可以做出一整卷的这种film 而这个浮宽必要的时候做到一米一米六都是可以的 那可以做成一个这种反射型的偏光膜 那用在例如说这样子一个monitor上呢 有和没有的时候 它的那个能源效率可以节省30% 那像这样的例子我想 只是想给大家一点感觉 就是说分子 然后除了那个分子 它可以有很多有趣的现象 像观能器转换之外 你如果能够操控分子 能够让它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构 像刚刚的例子 那个结构产生之后排得很规则 我只要用光 UV光 trigger一下 它那些双键就会交连起来 变成一个固定的缝 我就可以拿来用 事实上这个例子很多 不过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就再转到下面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这个化学工业的未来 台湾这个化学工业 产值其实是非常大 那简单来讲 大概总产值一年 这个数字好像变来变去 有广义的有狭义的 大概四兆台币左右 就是对台湾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那这里面牵涉到很多 可能大家平常看不到的 上游的 从石化的中间体 合成素质 合成橡胶 塑胶 塑胶 制品 人造纤维等等 这个 那台湾 这个 过去石化业其实发展得不错 就像我们钢铁工业一样 也都发展得不错 但是我们曾经试着去统计 台湾整个石化工业 如果你看台湾二氧化碳排放 我不知道各位会猜说 这个石化业台塑加上中油 贡献了多少 几乎四分之一是他们贡献 就是 二氧化碳排放 这个石化业其实是用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大户 那也要用很多水 在台湾水非常便宜 店也很便宜 所以就一个企业来讲 你如果在台湾设个石化厂 很有竞争力 那中国大陆市场又这么好 所以你看股票市场石化业 这几年都很赚钱 有没有做研发 坦白说研发做一点点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你做成很初级的原料 就卖掉 就赚很多钱 所以是一个做非常大量的 一年做好几百万吨 这样子的 那这一次有什么改变 因为当我们仔细去看一个 所谓附加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台湾有一家石化公司 我们就讲他的名字 叫做长春集团 长春集团一年 也做到三千多亿的产值 当我们去看它的附加价值的时候 发现这个公司 附加价值大概有五十% 而台湾平均石化业只有十几个%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过去五十年 长春就不断的投入技术 不断的投入研发 不断开发新的东西 而不是只做制造 那台湾石化业 从process excellency 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做很有效率 有的时候 说不定有些地方 也稍微省了一点 我印象中 当我经过欧洲 有的时候一条马路开过去 旁边就有一个轻油裂结厂 就在那边做那些事情 可是我们都没感觉 不要说味道 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那个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 你要有技术 也要投入很多的成本 那台湾的石化业 做的真的不错 但是在这个process excellence上面 做得很好 因为很赚钱 因为不断的想扩厂 但是做这个大量制造的时候 它开始产生一些问题 各位 在我这个年纪 30年前 台湾最早以前是轻工业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运动鞋 做雨伞 做什么什么 很多东西 那外交很大量 进口很多化学的原料 那后来觉得 我们应该逆向整合 就开始建我们的石化业 所以在有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自己的原料 拿来做运动鞋 拿来做成衣等等 去外销 但是后来呢 运动鞋 成衣 很多都到外面去做了 而我们变成做很多原料 那这原料呢 跟台湾的产业 没有垂直整合起来 而在上面很多地方就卖掉了 这个卖掉又是卖很大量 因为我们品质做得不错 价钱又便宜 又离市场近 所以 今天 我们如果再看未来 那中国大陆 拼命在盖新的厂 有一天 他所需要这些原料 可能不再会从台湾买去 他很多自己会去做 如果我们不早一点来做这个转型 还在又盖更多的石化厂 也许 就要适当的拿捏 所以我想这一次 在很多讨论之下 最后还要惊动总统 来宣布 国防石化不做了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说 我们之后要把乙烯 要把这个原料 当做一个珍贵的资源 谁能把它做出最大的附加价值在台湾 就多给他一点 那你做不出什么好的附加价值 那你就算了 你如果真正要扩厂 那就让你到 不管是印尼 甚至于中国大陆 还是马来西亚去扩厂 但是同时要求你在台湾 一定要往高附加价值来走 那高附加价值来走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那我们就是要往高附加价值来走 但高附加价值 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不是说我今天实话不做了去做别的 我同样做PE Polyethylene 如果一顿 这个我讲一公斤 一公斤如果卖50块台币 但是我有某一种规格的 一公斤可以卖100块台币 量虽然比较小一点 但是它还是PE 那这个中间透过研发 透过跟应用来结合 慢慢把市场开拓起来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来做 我举例来讲 像我们在锂离子电池里面 有用到一个隔离膜 它基本上就是PEPP的一个复合膜 里面还有很多孔洞 所以只要你有那个技术 那这些应用 它能够产生的价值 比你去做一个保鲜膜 同样是PE 但是那个价值是差很大的 而当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慢慢成长起来 它的量也不是很小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台湾 需要努力的 一定就是要求要推动 让我们的公司能够更多投入的研发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学化学相关的学生 因为以前我如果说 我读化学相关的领域毕业了 要去脉疗上班 听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做研发的话 研发不用设在脉疗 所以应该设在台北或是高雄或是台中 是要生活机能好的地方 能吸引优秀人才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个陆续一定会发生 那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要透过研发 把上游的材料 跟台湾有优势的产业 能够一步步的连结起来 再回到当时我们讲的那个境界 我们做原料不是为了拿那个原料 耗掉很多社会资源 耗掉很多能源而拿去卖人家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原料做出来的东西 跟台湾的产业跟台湾的创新结合 把它做出更好的产品 你也可以做出一个宏达电的手机 也可以做出一个华硕的变形金刚 或者是做出一个很好的设计师设计的运动休闲的服装 我想这样子是一个好的路 这中间其实可以发展的方向很多 我们在建议政府的政策上 就是订定明确的目标 这边有个数字拿出来其实都不是很好意思 台湾上市柜石化业研发支出的比例 占那个revenue 因为它的收入虽然太大了 占多少 不是1% 比0.1%还少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能够逐步提升到1% 这个是好困难的事情 不过我想现在因为政策的方向定了 也积极在推动 我也发现台湾的产业 当这些道理我想各位一听都觉得很合理 他们只怕也觉得很合理 再加上反正也不再扩建 所以就专心来做研发 我看到许多的公司都积极投入研发 等到各位毕业的时候 只怕很多人想要找精头脑的同学去做创新研发 所以我们希望在2020年 台湾整个石化业的附加价值 可以从现在十几个%提升到20% 甚至于更高 这其实是蛮高难度的 因为这个产量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看起来真的有慢慢在动起来 那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我就不一一来列举 总之就是要跟生活 跟系统 跟产品有好的垂直整合 你可以去做一个电动车 汽车里面的轮胎 轮胎有很高的难度 所以有很多附加价值 你可以去做一个 轻量化碳纤维的脚踏车 或者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那种胆固醇液晶的什么 反射型的偏光膜 LED照明里面 也有很多石化液 需要的材料和原料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是在生医方面 那生医的材料和系统 因为台湾的医院是非常高水准的 台湾的医生 我们的年轻人都喜欢当医生 我们很优秀的人很多在当医生 那这个医生怎么跟健康、照护、医疗结合起来 其实这个背后还是很多ICT的需要 才能够做到包括远距的照护等等 那这里面也需要 除了那个照顾ICT的网络系统之外 也有许许多多医疗照护的这种产品 那我想这些都有机会 跟上游的原料来做结合 我想这边零零种种 其实例子是非常多的 那有一些更长期一点在 包括这个刚刚肖教授看那个氢 有一天能不能做成燃料电池 这个稍微也许要未来性一点 不过也是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在我们学化学的朋友来看 这个石化液里面 我希望highlight出来 就是我们原来传统的石化液是以制程为主的 坦白说这个时候化学能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 有的话也是很不重要 这里面机械设备再加上一些化工的制程 其实设备是非常重要的 再加上一些制程的optimization 那这个台湾原来做得不错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跟材料化学比较有关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结构和特性的关系 要记得那个structure 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那个性质 那个性质 那个性质呢 是从结构来的 只是那个结构 有一天是要靠着操纵分子 来产生出来那种精致的结构 那这个是 这种趋势是一定不会变的 只是我们操控的能力 能不能一天天快速的进步 那这个structure property relationship 和这个process excellence 那中间呢 有一些连结 就包括很多理论的模拟计算 那个 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一定要 要做出来才知道 有哪些事情透过 透过计算模拟 建立database 能够让这整个连结更有效 我感觉上 这边虽然写的是 好像没有看到化学 可是在这里面 我看到太多化学专业的这个角色 那在实化的这个发展里面 我们这些事情高质化做 那就算做得很好 大家可能也知道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两百年 这个实化的东西 终究有一天是要用完的 那接下来怎么办 事实上在实化业之前 在石油发明之前 也有一些化学工业 不过这边 在最近我看到一些 有趣的这个进展呢 就是 所谓生殖的原料 那这个生殖的原料 从我们刚刚看到的例子 太阳跟植物产生光合作用 产生出来这些物质 那这些物质 那这些物质 怎么样变成 一个适当的单体 那这些单体 可以去衍生出来 一系列的 这个化学的产品、化学的工业 那这个发展 在最近三、五年 我们很感觉到一个新的机会 如果从名词来讲 我有点害怕讲这个名词 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 不过这个叫做Synthetic Biology 我用我的了解 我这边大概最主要是希望 让同学知道说 这个Synthetic Biology 五、六年前 应该很少谈起 那最近五年 因为很多条件的配合 那看到 特别是开始有成功的例子之后 那隐约看到有一个门 已经慢慢打开了 那这里面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透过这个Synthetic Biology 可以去做很多Bio相关的应用 那其中一个呢 是可以用这个 用它来做一些 从燃料一直到原料 那我举一个工业院做的例子 我们的想法里面就是 你看台湾在2006年 有220万吨的农业废物 稻子砍了之后 稻杆烧掉 烧得也乌烟瘴气 那如果能够把它转换成一个原料 你可以把它当作燃料烧掉 或是变成一个什么生物柴油 但是更有附加价值的是 把它变成一些化学的原料 化学的材料 我们在工业院里面三年前 我们选择了一个叫做 Ethaconic Acid 你如果看这个化学是 大概有 如果从Cellulose 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好的Building Block 我们做了很多选择之后 选了这个Ethaconic Acid 因为我们觉得它可以衍生一系列 或者是高分子 这个Adhesive 或者是Rubber 或者是不同的材料 有很多的衍生性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这边这个 就我自己的了解 Synthetic Biology 它带来一个新的机会是什么 基本上 我们原来在台湾很早以前 就有做胃精 是用菌来发酵 来做胃精 这个是很古老的工艺 以前这个菌 就是要去筛选好的菌 这是一种功夫 就是怎么样让菌去产生突变 筛选到有效的菌 但是生物科技发展到今天 它可以透过基因工程 当你非常了解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去设计那个菌 你去改造那个菌 把它变成一个有效的化学工厂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我们事实上是有用两种菌 一个是大肠杆菌 E.coli 一个是East 就是酵母菌 那在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发现利用E.coli E.coli原来在代谢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产生E.coli 但是我们也很幸运的 有人在最近适当的时间 把这个产生E.coli的菌的基因解出来 那我们也试着去找到它关键的这个菌 就把它移植到E.coli 然后透过优化 不需要去碰孕器 产生一个很有效的菌 而是透过Synthetic Biology 怎么不断的提高 这个E.coli 这个改造的E.coli 它去产生E.coli的效率 那我们发现在两年的多的时间里面 这个效率不断的提高 这个从一开始看到有就很高兴 到现在已经提高了 这边看起来是45倍 离目标还有多远 我们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 如果透过发酵 一公升可以产生60克的E.coli 那我们的目标 只要大于80 再加上一些条件 这个就有商业的价值 这样做出来的E.coli 一公斤也就是几十块台币 它真正是我们Demonstrate一个 就是说只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有一天没有石油 或者没有石油之后 这个我们透过植物 透过光合作用 还是可以有一个好的 石化单体的来源 它还是可以做出各式各样 我们需要的衣服 什么电脑 甚至于汽车等等 那这一点 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努力看起来 我觉得是很接近的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切入点 就是得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像E.coli 像我们周成功教授是专家 学生物的人告诉我说 E.coli是透明的 E.coli里面怎么回事 生物学家是清清楚楚的 那因为它是清楚 所以我们做应用 我今天学化学 我不是做biotech 但是我做应用呢 我就可以在一个透明的平台里面 用我的创意 去把它变成一个有效的工厂 如果那个东西 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对象 根本就搞不清楚的话 那尤其实际就还没有成熟 所以以我们来看 用包括E.coli 甚至于有一天用E.coli 用Synthetic Biology 那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的方向 而这中间 跟化学有多少关系 我也讲不出来 我觉得到处都是化学 但是你只懂传统的化学 可能也不够 它就是需要很多跨领域的结合 而且我还是要说一下 那个有人讲一句话 说石器时代的结束 不是因为石头用完 所以石化这个时代的结束 也不一定要等到石油用完才要结束 所以我们只要有好的进展 适当的时间 一个新的时代都可以来临 我其实随时可以停 我们刚刚萧教授秀了很多化学反应 我这边其实是有准备一个影片 是从YouTube上的影片 不知道它会不会播放 你们可以看到颜色变化 这个东西倒进去 我很多年前在学校的时候 也是带一些学生说 我们来做这个实验 这个叫做一个中摆式的化学反应 这一分钟各位观察一下 它在发生什么事情 好吧 大致上就是这样 好吧 大致上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化学反应 这个化学反应 这个化学反应如果这样的陈述就是 你把两个东西加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Cyclic的反应 像一个钟一样 那个颜色出来一下不见了 过阵子又出来一下又不见了 那时候我只把当作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我差不多 我很快看看 因为最后这个 好像跟化学又是很间接的关系 我大概想这样讲 就是说 当二十多年前 我还在学校的时候 带着学生做这个反应 就是那时候在好像是 哪一个杂志上看到这个 我们就觉得很有趣 就来试试看 这可以repeat这个实验 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网路上看看 两个东西加进去 但是 后来 发现 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他讲了一套东西 好像就是跟这个高度相关 这个就回到 我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想要share 比如说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读量子 也没读得特别通 牛顿力学对我来讲很困难 统计力学 学历大学东西 但是到今天我觉得有一个complexity 有点像达尔伦的进化论 好像越来越重要 而这个是在我这个年纪人读书 有的时候比较没有注重的 那这里面谈一个 就是 科学的发展里面 这个笛卡尔 他这个我思故我在 其实影响到文明非常大 工业革命是不是跟他很多的关系 牛顿 这些应该都是华人的痛吧 这些人的进步 使得本来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 突然被踩在脚底下 大概就是跟这些人的进步很有关 不过他们谈的东西 好像很难来看一个生命 他们也想把生命 就当做一个复杂的机器 可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 一个系统常常就是说 你把每一个部分合起来 就是组件全部加起来 并不等于系统 系统它还有一个 它自己本身的功能 尤其是一个生命的系统 一个生命的系统 它倾向于会产生很高的复杂性 但是如果依照热力学的定律 热力学的定律 不是我们高中的时候看 趋向于最大乱度 那个应该就是变成越来越 越Rundant 怎么会人变成文明越来越进步 人变成越来越智慧 所以这个中间看起来 是不能完全用 这个所谓这个决定论 就是我什么事情都能预测 这个就是牛顿跟迪卡尔的这种决定论 我只要一直追一直追 原来今天从分子追到原子 原子追到原子核 原子核追到什么 什么垮克 一直追下去 现在不知道追到哪里了 我已经完全不了解了 但是那个东西了解之后 就会知道生命吗 看起来好像越离越远 并没有越离越近 所以显然这个中间 有一些大的差别 我想提的就是这一位比利时的学者 普利高金 他好像是1978还是80的附近 得诺贝尔奖 提出来 他是一个化学家 但是他提出来是一个 耗散结构 耗散理论 我后来的理解 源头可能跟我刚刚秀 那个化学反应很有关系 就是那个反应 它事实上不是永久都能够在那边循环 它是消耗某一些原料 然后能够产生这样子一个 有规则的这个现象 等那个东西消耗完就没有了 所以它的耗散的这个结构 基本上就是在谈一个 irreversible process的 Serval Dynamics 那这里面 看这句话怎么说 Serval Organization is a spontaneous process in open system 耗散理论一定是在 open system里面才会work 那我们谈的很多区域最大的乱度 应该都是在一个closed system里面在谈 which contain很多feedback 回馈的这个回路 Far away from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我在读书的时候 花很多力气学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因为如果在一个状态 你推它一下 轻轻推一下 它就回来 这就是稳定的状态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我们好多事情都靠这个方式来解释 但是这个就是接近平衡 但你从一个open system 从一个生命来讲 我们是一个 Far away from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的状态 如果达到平衡的状态 是代表什么 有一天我们会平衡 那天就再见了 当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终于趋近于平衡 但是远离平衡态和非线性 这个就是我们在谈一个耗散理论 也就是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靠着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尽量都是在靠着平衡 靠着平衡态来了解很多事情 但是现在的世界 我们有时候讲混沌 就像这个股票市场 每天都很多人讲道理 但是永远不知道明天是涨是跌 尤其最近这个涨跌好像又有点乱七八糟 没有办法预测 那你真的去了解混沌理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有一些状态 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蝴蝶效应 台北的蝴蝶山一山 北京就是日本刮到大台风 这个大家都听过 好像很玄 但是我有一时候觉得你若从 我这种很粗浅的化学的观点来想 我们在看一个化学反应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transition state 我们也常用它来过渡状态 用它来解释一些事情 transition state就在一个能量很高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你如果推一个东西 大概你推它去哪里 它就去哪里 那这个跟你在平衡态的时候不一样 平衡态你推它下来又回来 像个不倒翁一样 所以社会的现象 因为现在网路把人的头脑都连在一起 这个创新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座年轻的朋友 你们会看到 这个也许过了十年 有一天发现 Apple不见了 你也不要太意外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真正就是处在一个 充满活力的时代 混沌不是平衡 混沌不是死气沉沉 混沌是到处充满了能量 那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interaction 所以它才会变成一个混沌 所以才会有蝴蝶效应 你推它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像我们化学反应的过渡状态 就是你能量已经推升到一个顶点 或者靠近顶点 这时候有一个什么东西引导一下 它就去哪里了 所以很多管理的思维 台湾在三十年前 显然不是一个混沌的状态 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用很大的力气 很幸运的 找对了一个集体电路的产业 把整个ICT 这个infrastructure建立起来 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绝对不能再复制这种做法 因为现在到处都充满了能量 民间也有能力 学校也有能力 政府机关里面也都不是一群傻瓜 所以做事情就要很有技巧 我常说就是你要轻轻的推 都不推大概也不见得对 但是一定不能用力推 就是像打太极拳一样 太用力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效果 而且会反弹 会受伤 你就要轻轻的推 顺着那个事 那个事情就发生了 那听起来有点玄吗 好吧 我想因为我这个部分 我自己是很有兴趣 虽然还不是很理解 那总之 从一个系统的思考来讲 连结 关系和这个context 应该怎么讲 一个上下的关系 像一种情境 所以有时候 有讲 以前我们小时候说 靠关系是不好的 但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relationship 当然不是不好的关系 就是这个连结 relationship context 这在整个system thinking里面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相信 学化学的人 你如果好好想想化学反应 这个我们一讲就是一模二的分子 在那个 在那个有能量的状况之下 怎么有一天从这个变成那个 我们也有很多模型去想它 它真正跟这个 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相通性的 也许大家可以多一点体会 我如果试着用这个例子 你看 我们学化学人都知道 水分子知道氢贱 这个当做一个building block 它可能变成一个大海 经过很多很多作用 我们中间都看不到 但是它有一天就变成一个台风 你说台风 台湾每年几乎都有 很难预测 好像很难预测 但是大概每年 一到三个台风可能是正常的 大部分时候都会有 万一有一年没有就很特别 第二年只怕也还是会来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复杂的现象 在这个building block 有很多非线性 远离平衡态的这种作用 但是最后透过一个涌线性 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现象 这个在复杂上 那如果今天各位年轻的朋友 有一天要进入职场 我如果从这边跟大家 分享一个在管理上很喜欢用的S curve 这个有点像个S 我们很多人都天天在追求 怎么样子走到快速成长这个阶段 避开成熟 我如果回到当初在台湾推动半导体产业 机体电路 1972年开始 1974年去做技转 做到1990年的时候 台湾的机体电路产值 占全世界0.6% 微步足道 你看从做了快20年 你说成功了没有 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是很多人批评 对吗 有根吗 能活得下来吗 1990 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 这数字变成大概16.8% 就是台湾机体电路的产值 就占到全世界相当的分量 那以今天来讲 大概20几%的机体电路 是台湾做的 那因为台湾有机体电路 这跟IC设计结合起来 我们未来要服务当道的时代 各位想一个service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最关键是什么 不是就是这个资通讯网路的技术吗 我想这些都是台湾有非常好的基础 不过那是一个30年的事情 今天成功了我们都讲一大些道理 你看这样做就成功了 不过你去访问真正成功的那些人 他会告诉你说 我在做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我完全没有idea 完全没有办法预测 那所以这个S curve 我觉得最最困难的事情就是 你在前面这个酝酿期 我选择一个对的方向 我努力去做 做一年 两年 三年 但是怎么还在那个平平的地方 到底对还不对 到底要放弃还是要继续 走到开始take off的时候事情都容易 但是你是不是真正可以不经过前面那个 就比别人聪明 比别人运气好 都是别人做苦工然后你来享受成果 这我们就来想一想 就是像我们做很多事情一样 这个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真的就是这种没有办法预测 不知道成功不成功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 提供大家一点点hint 我前面讲的也许也是很乱 我让大家一点hint 未来这个大方向可能是怎么样 跨领域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也不久以前有一次去荷兰访问 荷兰人跟我讲说 我隔壁是德国 德国是大国啊 什么高升的科技我都做出他 最后荷兰怎么办 荷兰就是靠快速的 透过跨不同领域的整合创新 大国它大可以做升 但是它总是慢 它大又比小的快 那就很奇怪 那台湾各位想想看 台湾过去三五十年 我们石化业做得不错 钢铁业中钢也做得不错 什么叶龙我们不锈钢也做得不错 D-RAM产兮兮 但是D-RAM在世界上也是 也是做得不错的 没几个人能做 面板 面板我们也做得不错 全世界排第二 还有什么晶圆代工 一堆 我们都做得不错 你个别来看 想到中国大陆 想到印度的发展 想到台湾就这么小 你能这样一直做大下去吗 好像总觉得做不下去 但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上 如果想说我在那基础上 我从整合应用 来解决人的问题 来结合人的需求 来应用这些技术 不管是美国发明的 还是在中国大陆发明的 俄国发明的 我懂得善用 现在网路的时代 这么多的技术 我懂得用它 我比别人会用它 来解决一些问题 我觉得在台湾 你很少能够在世界上一个地方 有台湾这么完整的 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 而且都做到一定的水准 而我们在大量制造上 高品质的大量制造 这是台湾现在 可以说在世界上 几乎没有对手的 韩国跟我们稍微接近一点 日本其实已经不行了 就是我们就是 把创新的能力发展起来 那这个跟整合 跟人的需求 跟应用结合 这个是有真的无限大发展的空间 如果再加上 有很多欧洲人羡慕说 台湾你看 亚洲的发展 中国大陆的发展 就在你的后院 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机会 那我们怎么样子 透过一个系统的思考 透过一个创新的这个mindset 这个mindset很重要 我还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 我们在座年轻的朋友 不要再想着要把一个东西做得很便宜 因为便宜就很好卖 也许就应该立定一个志向 我们这些本领都有了 我就是要去做一个 可以卖很贵的东西 那卖很贵你不是骗人 是因为别人愿意花那个钱 来跟你买很贵的东西 我想Apple也给我们 带来很好的例子 那你要卖很贵 你就要有很多能力来配合 你要了解人的需求 你要懂得怎么做品牌 你要懂得做很多事情 但是最后我们形成一个生态 在台湾就是很会创新 很会把东西卖得很贵 那我们大家可以享受好的生活 我想我就报告到这里好吗 谢谢刘副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稍后是Q&A时间 想向刘副院长提问的观众 请您将问题写在提问单上 并交给一旁的工作人员 若你的问题有被选中 就可以得到我们精心准备的奖品喔 所以请大家踊跃提问 另外 大家手中还有一张意见回馈表 原请在填写后交给工作人员 在Q&A之后我们会用回馈表来抽奖 现在就请大家稍坐休息 Q&A将在五分钟之后开始 感谢各位的配合 Q&A的时间现在开始 待会请被念到名字的观众 起来发问 工作人员会将麦克风递交给您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主任 有请陈主任 OK我们开始我们的Q&A 刘副院长跟我们讲了一些未来的事情 未来显然不好预测 不过你今天如果很注意听的话 你如果回到未来的时候 至少你可以知道大考的题目 我们先看看这边的问题里头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还蛮technical的 有一位高中同学是沈永威 你问了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刘副院长来回答 不好意思喔 那我问一下 那个焦白瞬啊 的种植过程 他是从路灯转变成 那个LED灯 那LED灯是什么东西 好 好 LED就是一个叫做 是一个发光二极体 那个 我们这个附近有没有LED 那个 它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固态电子的元件 意思就是 跟传统的灯 它是一个灯泡型的 那个 牵涉到 乌湿灯是一种机制 那个日光灯是一个放电灯等等 不太一样 它就是一个 有一个 就是 靠着电子电动结合 产生一个激发态 而发出光 所以它可以很小很小 那个 来 很有效地 产生光 那 它经历过 很长的时间 从早期大概都是做一个 对我想起来 我们现在那个 那个 过屏交道 那个 那个耗制灯 还有那个 有个小人在跑来跑去 那些都是用LED 来做的 它有各种颜色 那 一直到 比较最近十年 因为 蓝色的LED 高效率的蓝色的 发光二极体 发展出来 所以 红绿蓝就齐备了 所以它的那个 发展就变得很快 我们一方面可以 把它变成一个 照明用的灯 那 我刚刚提到就是 因为它 红是 它可以 有红的LED 绿的蓝的 和不同颜色的LED 所以它可以针对植物 很有效的 好像说 植物的红光 是大概 对植物的生长有很大的作用 那 蓝光有一些 互补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 选择用 适量的光源 而不是用一个 假如说 我们今天用 我们头顶上的灯 去造植物 它也会有效果 但是大部分的那个 光可能都没用到 所以 所以 也就是讲 LED就是一个 新的形态的灯 它的能源效率 经过这么多年的进展 目前 作为一个照明来讲 已经是一个最有效的 照明的一个光源 就人来说 那 就植物来讲 那更是 比传统的灯来说 它的效率 我刚刚提到 如果 从 路灯已经是一个 很有效率的 这种 全 屏谱的光源 但是用LED 几乎可以省掉 剩下原来 十分之一的能量 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用维基百科 Wikipedia 找一下 里面也有一些 你需要的答案 那 现在没有很快的 全面的一下都换成LED 还是因为经济考量吗 没有错 因为 目前 市场上去买一颗 那个 好像说可以替代 巫师灯的那个灯泡 如果 60瓦或是100瓦 60瓦现在比较多嘛 一颗说不定 还是会卖到好几百块台币 就像我们那个 现在用的那种叫 省电灯泡吗 刚开始卖的时候 好像300块 是不是 现在大概 LED灯 差不多 可能还是在那个 300到500这种范围 但是我们预期 应该在未来几年里面 那个 因为它那个效率还在提高 那个价格在降低 应该 是 是 是 就是 正在倒入其 但是它真的是 因为它 确实是 显著的省电 下面一位是今年的Freshman 林嘉丽同学 副院长你好 我想要请问就是 如果我们应用科技 改变了植物的生长期 就像刚才您提到 关于角白笋的那件事情 那我们 在 让我们的农烟 获利这方面是很好的 可是 对于 植物它的生长 会造成影响吗 或者是 整个生态跟环境 是 我想你想得很好 那个 这一点也确实是 我们 可能需要更多的 更多的研究 目前我大概 只能这样说 就是 从 过去用路灯来照 这样子 因为 这个 用光的话 这说不应该我们 生物专家来 发表一件 用光来讲 它也没有 好像说去做 什么基因重组 也没有去做什么 复杂性 就有点像补助 就是 你 不足的时候 给它多一点 那 因为各位知道 那个 阳光 其实是 一天 每天 每年 它是不断地在变化的 角度也在变 照度也在变 其实对一个植物来讲 感觉上 是 需要很有智慧 能够应付 这个 一年 365天 阳光都在变 那 你用一个人工光的时候 其实它会变成 非常稳定 那至于说 会不会产生什么 不好的效果 我 试着用我一点 最近才学的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因为植物它是不会动 像太阳很大的时候 如果我们 我们就躲在阴凉地 那如果植物怎么办 植物它好像也跑不掉 所以植物有发展出来一种 二次代谢的功能 就是 它 这个 经过 长期的 这个 淘汰吧 就是 它二次代谢会 产生出来一些 类似像什么 光安定剂 或是什么 抗氧化剂这种 那能够 让它 耐得住一些 环境 的伤害 事实上我们有时候 很多那个中药 以前我们小时候 读武侠好说 那个 很有用的药 都在什么 悬崖掘壁 在那种 很危险的地方 现在想想都是 植物受到很大的 那种 stress 环境的 张力 但是 它活下来的 它就会 产出一些东西 让它比较能够 应付那些 恶劣的 的 环境 所以我们照它 它也许 长出一点什么 二次代谢的东西 这个我不太晓得 不过我们确实 应该注意 它是不是 对生态 产生太大的冲击 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有很多人 一天到晚 问我说 有机的食物 好在哪里 我说你吃了没坏处 就是好处 你吃了有坏处 就不是了 所以有些时候 说明这个角白笋 是不是比原来的 营养更好 我们也不知道 它确实长得 比较大 又大又肥 很漂亮 吃起来的口感也很好 张志峰同学 我想请问副院长就是现在有没有产业就是被骂得很惨 那你认为说有可能以后或未来会有可观的发展 你很不看好 你有没有自己去在公文院里面 有做一些猜测 未来产业啊 你好像在问股票 在问名牌 或者在问什么东西 其实 你们如果觉得 台湾未来的发展 我讲的 如果有什么 还听得进去的一些道理的话 你就可以回头去看看 台湾有哪些公司 我可以跟大家讲 如果投入R&D来说 Acer大概平均 它的revenue和它投入研发 大概是0.5% 那ASUS是2.5% 那HTC 我认为说 尤其在过去 那 不投入研发 你把制程做得够便宜等等这些 那 我认为说 尤其在过去 那 那 不投入研发 你把制程做得够便宜等等这些 就是 很积极投入做 做技术做研发的公司 它比较能够 能够长久了 但是 很重要一个心态 我就用ASUS当例子 我曾经听ASUS的主管在说 他们以前 都被人家笑 它的那个RD是redundancy 好像就是可有可无 虽然投了那么多钱 因为AZER投0.5% 如果在过去 你觉得 AZER的笔记型电脑 比ASUS的差一点吗 也没有那个感觉 但是 这一波Apple的这种风潮 就产生了一些效应 那 好像说 像刚刚那个 陈主任提到iPad 我大概有听到那个故事 那iPad 提到第三次 那个 Sleep Jobs才接受 第一次 他们觉得很好了 送来看看 这个不行 但他没有把那些人Fly 他说你再去做 做一次来 还是不满意 再退回去 第三次 勉强通过 所以我们 开始看到iPad 就是 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 因为要追求一个 可以说有点追求完美 要让 使用者有那种 爱不释手的感觉 所以这中间 就是有很多难的地方 他都需要技术 技术没有到位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 能够 就是又有效地把它 把它做出来 那 这个时候 如果以前的模式 就是做一个 可以用的就可以 假如广达帮Acer做 那 反正就做出一个 产品 Acer就去卖了 但是今天如果要决定 就像刚刚 那个Sleep Jobs 第一次来 他不满意要退 那Acer要退回给广达 这怎么退啊 谁要出钱 所以这个时候 你 一定要有研发能力 就是你技术要在自己手上 你如果技术好像说 都依赖代工厂的话 他很难退 你不满意怎么办 你又不能做 但是现在这一波看起来 华硕至少他的研发线 就会有功用 他同一个老板就可以逼研发 这个不行 你继续做 所以 你们如果有注意到 最近Acer在重整的时候 施政荣先生 好像有讲一句话 不知道是哪个报纸 他说 Acer要把 研发要把技术的能力 再快速 尽快地要再培养起来 我就先试着这样回答你吧 所以副院长的回答 而且很难是 他就算知道的话 他也不告诉你 票市场是很难预测的 尤其牵涉到时间 他留给自己 因为很多年前 我印象中 太阳能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来工医院问 说 那个一百多块 合不合理 我们都觉得不合理 但是他就会涨到八百块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你看他现在就跌到 可能剩下十八块 所以 如果是看股票市场 是没有办法看的 但是 好的公司 应该看得出来 就像长春这种公司 五十年不断地做研发 我们曾经 在一个场合 请他们高阶的主管来分享 你们公司到底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他就提到两点 他就说 第一个 老板 要有耐心 第二个 老板要容忍失败 所以 很多公司的这个转型 如果老板 转不 转不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困难的 比想象中的难非常多 不是 投入研发 就会成功 所以你去找那个公司 有这种好的老板 又好的人才 又好好在做的 那个 其实HTC一定是好的公司 只是股票太高了 你也考虑 考虑进工研院 OK 我们后面有三个问题 我在国中高中大学 各挑了一张出来 第一个是国中的张维珍同学 你的第二个问题太大了 只问第一个好不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太可以拿来做人工关节 台湾是不是可以利用 就是做出这种金属 并垂直制造 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益 我想太可以做人工关节 一定有很多原因 包括 因为你用在人身上 人是会动的 所以一定不能用很重的东西 所以太 它的强度 和重量比 是很好的 不过我必须承认 我不是这方面真正的专家 我愿意跟你share一点 就是说 今天 在做包括人工关节 或是很多 生医用 医疗用的材料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生物相容性 就那个材质到人体里面 会不会被排斥 是 另外呢 就是 因为你真正要用在人身上 都需要经过包括 卫生署或是美国的 FDA的认证 所以 一开始做 这些 产品做这种应用的时候 应该都要把这个因素考量起来 就是我不要用一个原料 它一定过不了认证 或是说 我就用了一个原料 它根本 生物相容性就是很差的 这些是要避免 那 至于说 台湾能不能把一个 骨科的医疗器材 做得更成功一点 我认为这种 就像跟很多行业一样 应该 都是有机会的 只是 所有这些事情 在世界上 都有很多聪明的人也在做 那 我们有什么条件 做得比别人 更快 更好 特别在更好上面 那 假如你有兴趣 你可以注意 可以也许网站上查一查 在台湾 过去 三年 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 台大医院的骨科的医师 一群人 跟公益院的生医所的一群人 一起合作 发明一个 叫做两项骨材 就是 它可以 这个 让 这种 就是 我相信包括关节的移植 变成 非常的容易 那 好像 可能时间的关系 我就想 说 你如果对这个议题 特别有兴趣的话 我 建议你去 去 google一下 两项 项就是那个 木质旁 项位的项 两项骨材 那这边是真正有一个 在我认为 就是有一个好的创新 而这个创新呢 它因为是一个材料 它实际上是一个平台 它今天用在关节上 膝关节可以很好 那明天它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你稍微 modify一下 它都有 就是 你在那个创新的基础上 可以衍生很多相关的应用 所以我如果乐观一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台湾 透过跨领域的合作 医生的专业 跟做化学的 做材料 做生物的专业 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 那做出一个东西 就是在世界上 真的就是别人没有的 而且他就是 医生都觉得 哇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好用 那我想我们就会成功 但是如果别人有 卖一百块 我在想说 我就想办法来做做 然后卖五十块 我觉得这样永远都不会成功 时间的缘故 我现在就挑了最后一个 是一位文科的大学同学 不太确定是吴依珍吗 我不知道这个第三个字 我有没有念错 吴依 你看出来这第三个字 华还是 吴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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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很多文化产业部分 文化产业 就是现在像有些学生会 自己创作衣服 帽子鞋子 这样子的日用品 那像这样子的文创的产业 有没有就是化学 可以跟化学 这边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发展 就是的产品 很好奇有没有 我太会讲 刚刚都是农业啊 植物工厂 或者是医疗方面的 那日用品呢 有没有跟化学上面 可以做一个结合 有一个未来的发展性 的产品 好 不好意思 我想 因为化学是很基础的东西 那几乎每个地方都要用到 所以如果回答你说 有没有一定有 那结合 怎么跟这个 例如说我想要做一个东西 我想要用一个比较好的材质 去做出来的话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很好奇 有没有 用一个好的材质 做出 文化 对 像有 现在好像会有那种铁丝绕成名字 就是 可以当吊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想说 有没有其他相关的案例 刚刚没有听到很多日用品的 都比较是电子的 好 假如说日用品的话 其实就是抓这些方向 我不知道我讲的例子 合不合适你想的 就是 你看像在台湾 有一个事情做得很成功 就是 回收那个宝特瓶 像瓷季 他们回收宝特瓶 回收得很好 那宝特瓶回收出来 它就是一个PET 就是那个锯子 所以 你把宝特瓶回收 再去 经过一个程序 线尘 就是织成纤维 线尘布 去做衣服 因为那个环保的关系 有人愿意 多花10% 20%的钱 来买你设计 你做出来的衣服 那你如果依此类推的话 有一个 这个 就 在台湾都有人在努力在做 好像说从 咖啡渣 怎么去把它收集起来 那也是透过这个回收 把它变成一个纤维 就是 我用咖啡渣做成一个 纺织品 那它这个就是 就是绿色环保 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特别的 这种例子 虽然有些 好像小小的 我印象中 我们还有过一个例子 是那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 咖啡 就是 原来有一种咖啡 类似像色香猫这种 是用它的排泄物 弄出那个香味 但是人就有点受不了 就是说 用那个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咖啡 喝起来蛮难过的 那有人就利用 发酵的方法 在那个之前 把它 那个香味 萃取出来 就不是一个 好像大便里面 便出来的 那个色香咖啡 这个也取得很好的卖点 就这些 小小的创意 其实是遍地都是 但是真的就是 要跨领域的结合 谢谢 也许我可以略补充一点点 我今天会提到 iPad的原因 是因为 跟同事在讨论 iPad的时候 有一位同事 他特别强调说 iPad做出来产品 不是一个新电脑而已 它其实改变人的 读书的习惯 那你等于在你的 文的 里运头 它给你一个新的一个 加添进来的一个产品 ok 那当然对未来是好是不好 比如说你这个 常常在这个走路的时候 你好像还在那边 手动来动去什么 这些东西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过它是想 有一种新的想法 所以你这个问题 你好像有在预期的答案 有些时候是 一个化学成品 直接把它转到一个是 文创上面可以用 可是事实上 文艺和科技中间的那个线 也许不是那么的清楚 如果我们这样讲说 刚刚其实这个副院长在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化学其实是操纵物质的本事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我们周围环境里头的什么物质 我们不可以操纵 我们并不是只操纵 人工物质 人造物质 我们也可以操纵天然物质 所以你如果用这种角度去思考的话 你文创需要的东西 化学有没有办法应用上去 说明还可以接上其他的科技 都可以 都是可能的嘛 对不对 所以也许其实机会很多 就是因为文创本身又是一门 我也不完全就是很不了解的 但是科技跟文化的这种结合 这个大方向绝对不会错的 那问题是怎么做 工医院在过去几年有一点点摸索 去年也是误打误撞 是去年还是去年 就是那个 那个梦讲馆变成很热门 坦白说我们就做科技的人来说 那个也都是误打误撞的 没有人能预期 说你这样做大家就很喜欢 但是他那边确实当时有一些 就是说从互动的角度 和一个大型展览的角度 看看怎么把科技跟人 透过互动拉起来 大概我们就是要透过很多这种学习 至于说连结到化学 连结到材料 那又在就是有好多个层次 你人文去结合一个东西 通常都结合到一个比较系统的东西 那系统再下来有一些零件到一些原料 如果真的能够串起来 那都是很 都是非常厉害了 当然小一点的东西 就像我刚刚讲的 立刻可以连的都是比较小的东西 像一件衣服 我刚刚就直接想要衣服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缘故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已经过了五点钟了 我们这边还有没有要报告的 是的 接下来是问卷抽奖的时间 我们准备了精美的陶艺碑店 要送给有讲回问卷的观众 那么现在请刘副院长 来为大家抽出这五位幸运的得主 好 谢守婷 是守婷在吗 谢守婷 请到前面来 廖冠权 请到前面来 孔中日 银翼 银翼在吗 好 谢坤佑 谢坤佑 谢坤佑有没有在 有 有 银翼不在了齁 在不在 银翼 银翼不在 好 好 那现在是最后一位 游坤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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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了三份礼物要送给观众朋友 那么现在我们请萧教授 来为我们抽出这三位幸运得主 有请萧教授 游坤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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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吗 OK 麻烦也到前面来 我们麻烦萧教授 然后我们等一下合照一张 请幸运的观众 在台上 与我们刘副院长 陈主任 以及萧教授 和尹刘令 一起来 一起来 好 我们要到中间去啊 好 来来来 让我们在中间 可能要弯一点 弯一点 你到我前面来 谁是有人蹲下去 可以 再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其他的朋友没有抽到没有关系 我们在每一场讲座 最后都会举行问卷抽奖 只要再来参加就有机会哦 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 如果您在校内有停车 请拿停车券到服务台盖章 可享有停车费半价的优惠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我们下回再见 不会有好多片 我可以学 后面我可以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